大家好 我是尹燕 今天和大家分享麻辣豆干的做法 它既可以当小零食 又可以当下酒下饭菜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买了四斤这种香薰干 把干子一分为二 从这头上开始切 切四刀 就切成这样 顶单不要切大 这香干全部切好了 切一点葱姜蒜都切成末 锅里放上多一点的油 油温180度 把这切好的豆干放到锅里炸 把豆干炸至干香的状态捞出 炸成这样 豆干盛出来以后 油倒出来 锅中留一点底油 放入前面切好的姜末 蒜末 葱末 炒香 加入50克粗辣椒面 50克细辣椒面 10克花椒粉 5克十三香 50克糖 20克盐 100克芝麻 最后加2克鸡精 2克味精 翻拌均匀 把前面炸好的豆腐干放到这里面 翻拌均匀即可 关火出锅 这麻辣豆干就做好了 试着一天一天的吃 非常好吃 可以当菜吃 也可以当连食吃 味道比超市里卖的麻辣豆干更好吃 想吃的就试试吧 我是云燕 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关注吧 下期见